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直播 大家一樣記得問題 股票、股號、股名寫清楚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第一個 今天814空軍節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發佈了 今天空軍節 祝大家空軍節快樂 結果指數就殺得很快樂 指數跟貴買都破線 指數還破了16935 935這個頸線的位置 後面到底該怎麼看 今天這個蠻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講星期五兩家公司 華碩跟廣達法碩會的一個重點整理 那當然說今天的指數我們先往下看 節目開始之前幫海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海豚那個上次那個什麼 上禮拜那個什麼 福利日 福利週 優惠活動結束 謝謝大家這樣子 活動圓滿結束 也感謝大家用新台幣支持海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大盤的狀況 就是蔡英文說 今天空軍節 所有的空軍弟兄姊妹 大家都辛苦了 那當然說他說無論是什麼雷虎特技表演 就我今天看 雷虎 雷虎 我以為說這雷虎是機隊的名字 還是是講雷虎的無人機的機隊 今天也沒漲 他自己也跟著最機 所以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利多的反應 那指數跌了207點 盤中緣度跌了快300 那期貨有跌到300點 那貴買跌更重 2.29% 那基本上海豚上禮拜都有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短線的脫光核加速 表現狀況實在是不勝理想 基本上是 很容易出現短線的指數的一個比較大幅修正 那當然說今天就出現了嘛 那希望大家 有躲過 沒有躲過也希望就差傷而已 這樣好不好 那 那只是說目前的 短線的空投加速 其實也到了60% 來到了 62.35% 所以已經進入過熱區了 那進入過熱區也就代表說 短線可能該跌的 都跌了 可能該跌的都跌了 那也就代表說 有可能有機會 有 或許 就是短線是 反而是有一個強談 或者是指紋的契機 但是還通常是要講 這個指標 跌上進入60% 過熱區之後 是有機會 但是不代表一定 因為像在去年其實 短線的空投加速呢 其實也曾經 也曾經來到80%以上 但是那是非常空的一個狀態 那只是正常的狀況來講 大概60%以上 大概就是 已經很差不多了啦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接下來幾個交易式未必會馬上出現 海倫說的 這個脾氣太來 或者是 就是馬上要出現反轉 但是至少 可以開始去觀察一些 類股輪動的狀況 是不是哪些個股開始 領先直穩 甚至領先大盤轉強 這個可能會是 接下來幾個交易式觀察重點 那長線的交易 長線的多空投加速 還是偏空 那空投加速來到46.39 基本上也快到50以上了 那多多加速也來到20以下了 所以整個狀況基本上 就我之前說的啦 反正就現在是 非常不利多方的一個狀態 那短線就是觀察一下 這邊的指標 有沒有開始出現一個 回穩的一個狀態 會是一個接下來觀察狀態 所以但是也有人會說嘛 你不是說這個 16539 16539 16593 這個破了 僅限完成 存了兩個月的套勞區 那指數不是進一步轉弱嗎 對 進一步轉弱 大家最近提到 這個頭部的大小的問題 還是不夠大 現在大概就是兩個月左右 點多兩個月又兩週吧 所以呢 季限最小限度的反轉條件 三個月頭部其實並沒有出現 所以我是認為 這邊先邊走邊看吧 先邊走邊看吧 反正至少是知道是說 季限你要扣到上面來 大概也還要七八個交易日 七八個交易日 所以我覺得這邊就是先邊走邊看 搞不好接下來會有一些 意外的發展也說不定 不管是往上還是往下 基本上我會覺得說 反正目前 它只是完成最小的反轉的一個條件 如果說沒有一些新的利空 或者是總金數據相關的 出現一個更大明確的訊號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 還是偏多看待 還是偏多看待 加上半年線你說要達到最明確的半年的頭部的話 目前其實半年線的扣底下在這裡 你要去扣到這邊之上 還要三個月 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多看待 只是一樣 這一波下來 能夠減少多少受傷的一個狀態 你的受傷可以 受得多輕 你之後爬起來就有多快 爬起來就有多快 或說這一波下來你就 搞不好剛好AI全部追到高點 然後你也沒停損 而且你還買很多 那在下一波回來的時候 你勢必回復的速度已經是會比較慢的 那再來講講短線 短線5日10日20日都是壓力 均線都是壓力 那季線因為還沒翻壓 所以還是處在一個多頭的助力之下 那今天說真的我有點意外 不是因為意外它殺盤 而是意外的是說今天居然沒有爆量 因為我本來想說 今天這樣子跌下來 搞不好包括4200到4400億的量 其實這樣的話 加上破線 所以整個關鍵的高點 就空方關鍵點就可以下移到 今天的高點16585 就不用再去看17212 可是今天就沒爆量 就變成說 沒辦法用我的SOP去下調這個 轉強的關鍵點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就是看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 接下來還有一根 只是這一根是 是會殺到哪裡我不知道 只是如果說要比較明確的話 可能就是還需要一根 就是帶量的那種4200到 4200億以上 的那種 恐慌的殺盤 大家逃難 人才人 融資大減 這個七八十億之類的 這種我覺得才會有機會用以量止跌的角度 去做真的止跌 但是也是要講 止跌不代表說一定就不會再跌了 而是說那是一個短線的一個訊號 短線的一個訊號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加權大概就這樣吧 目前就是持續看 反正既然16593沒守住 那就出現進一步的價格空間的修正 那就是觀察後續的止跌現象 目前沒辦法做太多的預測說哪裡一定會跌 哪裡一定會止跌或是反彈 那貴買指數也是一樣 前面講一下好了 其實海存還是有一些目標價 就是說 如果破線的話可能修正到哪裡 但這部分呢 我就留給手碼學員了 我就留給手碼學員 就是叫大家好記得來訂一下 海存索碼真的講很多 那貴買的部分 貴買的部分就比較慘了 因為海存其實之前有提到 我很擔心說這一波下來之後貴買會一蹶不振 那目前是有這個狀況 所以海存在上禮拜也有提到 就是可能下半年我可能要 反而可能要傾向買大不買小 就是因為小心股 就是除了你少數個股 可能營收啊 或者是基本面 展望真的非常亮眼的 否則呢 就比較不容易吸引到市場的資金青睞 那市場資金如果說要去撐盤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大型股身上 那不管電子傳產金融 那些大型股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留意一下 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是覺得下半年 可能真的大型股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那貴買的部分 麻煩就在哪裡 剛剛有說到 加券指數的季線還要六七天 那 基本上貴買的季線 最快最快 可能 這個禮拜就要轉壓力了 就要轉壓力了 因為基本上 應該說啦 最快明天就轉壓力了 因為明天要扣掉的是今天這個 5月18號這一天的收盤價 所以明天除非 彈一根 彈個 2%多 直接占回 210.06 否則的話呢 明天的季線是肯定轉壓的 而且半年線呢 目前在這邊 基本上之後也是在網上扣 所以半年線在接下來一兩週 要轉壓的機率也是大幅上升 所以 中小型股在接下來不能說就完全GG了 而是目前來看的話 的確風險 風險角度來看其實會真的比 大型股 就是加權指數來得多很多 那當然說電子指數已經破季線了 那金融今天就是 其實今天金融殺超重的 今天盤中股度殺到2% 那還有非金電的部分 那當然 因為 其實剛才能開播前大概57分吧 就是 小納突然出現急拉 那台子這邊短線也出現急拉 那剛好看了一下原因 就急拉上來 那主要是那個 大陸 其實今天金融殺就殺 還有非金電是殺這個 中蓋的這個碧桂園的事件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要他的那個 他那個碧桂園發的債要展期36個月 分期對付 就等於說是大陸其實有這個救世的動作 那但後續要怎麼反應我們還是要繼續看一下 因為他目前是真的這個部分 有做出一些 動作去緩和這個市場的一個恐慌情緒 那我們就看後續表現了 因為今天真的 沒殺出量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沒辦法從技術面去做個明確的一個 防守判斷 大概就這樣 另外就是台幣 繼續扁繼續扁 扁得越扁越高了 不越扁越低了 那時候就可能有更多的匯兌收益 但是海豚還是講過 匯兌收益永遠都不是觀察重點 觀察重點還是企業展望的成長性 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再來講華碩法說的重點 那華碩 華碩法說會重點 其實就在講 講這AI相關 一部分講AI相關 那這邊其實PC業務 其實第二季 電腦業務其實已經有轉虧為盈了 下半年隨市場會逐漸回溫 這大概是符合預期 不過這個回溫的狀況 還要看 還是要看 因為畢竟NBPC的市場 今年預估的狀況 好像還是沒有回到年增 好像還是年減 只是說谷底可能已經過了 這樣子 那第三季預估 PC部分 激增20% 零組件部分 是激增10% 這個狀況當然是有好嘛 至少有出現激增的一個狀態 再來就是看接下來實際的 營收 營收跟相關的數字 有沒有辦法兌現 再來就是伺服器業務 目前其實 這個重點大家聽清楚 因為華碩其實在 AI伺服器這邊 前兩天有那個 上禮拜有新聞說 它是有接到這個 NV的單的 不過NV竟然有分好幾種出貨型態 這個 DGS NGS 不是 DG NG HGS 三個 然後再加上L L30S系列 那這部分其實分四個系列 毛利率就由高到低這個牌 L這個系列 竟然是 比較低階的 算力比較低的 華碩 華碩大概知道是說 接到大概是這一塊 然後他目前的伺服器業務 目前占營收比重 是第一個位數 第一個位數 竟然就是0到3%的這個 Range 0到3%的Range 如果說看好到2027年 將成長5倍 我們以高標的3%來看 也就是說 到了2027年 現在才2023 也叫4年後 才會成長到 營收占比15% 所以 這個 大家懂我要講什麼 就是營收占比現在非常的低 而且伺服器業務 還不是 講 不是代表說全部都是AI 可能是伺服器業務裡面的50%是AI 那我這樣的話就是3%再乘以50% 就是1.5%的營收占比 那我說更低的話那就更低 所以 很多人會說華碩是被低估的AI股 我會覺得 這個看看 我的角度是看看就好了 再來是廣達 廣達就比較重要 那廣達其實除了 筆電大概是大家知道的 因為也是代工五哥 除了筆電之外 主要市場動能的第一個是AI Server 第二個就是 車用 所以廣達是有雙題材的 這邊提到 第一個 筆電市場的復甦是緩慢的 未來一年的筆電出貨量預計下降到10% 這其實 就跟剛剛華碩講的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說下半年隨市場逐漸回溫 這裡說未來一年筆電出貨量預計下降到10% 那的確就是說 整個 應該說PC跟NB 一個是PC一個是NB 整個PC跟NB的市場狀況 我是覺得復甦狀況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像華碩講這麼好 但是的確股底可能過了 那當然說未來一年的筆電出貨量預計可能還是會下滑 那這個下滑的狀況呢 其實也可能是 比過去的狀況 稍微好一些 可能之前是估可能下降 還要再下降30-40% 那目前那個 有好一點 那再來Chromebook的銷售量 在第三季度也會下降 那AI伺服器的銷售預估呢 從第一個位數 從各位數增長修訂為 雙位數的一個增長 那雙位數就可能就是10%以上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正向看待 那再來就是汽車業務 其實廣達的汽車業務比AI業務更重要 因為他的汽車相關業務的毛利率呢 是比AI伺服器的毛利率還要好很多很多的 所以整個狀況看起來 然後加上今天早晨就一堆這個券商報告嘛 那看起來廣達的市場對他的目標價是有做調升的 所以看到說其實今天 為什麼廣達這麼強 那旁後投信也買很多 那這大家可以去觀察 那大家說目前的AI概念股裡面 大概就是要廣達還不能說勝 大概就是廣達跟某幾家 少數幾家 還撐在月線之上 應該說今天站回月線 那修正幅度大概也是相對來說比較少的 那這個我們就看下去了 那像2357 今天也還是撐 今天也還是撐 今天相對來說也是有買盤進來 不過呢 以我來講我就覺得華碩 就比較沒這麼有看頭 比較沒這麼有看頭 所以大家就以上兩家把所有重點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那這禮拜就是零售銷售數據 跟禮拜四的F1C會議記要公佈了 那再來就是 沒有下禮拜 就是8月31號 ANCI群眾調整生效 下禮拜四 這個大家 不是下禮拜四啦 是下下禮拜四 所以大家 這個再留意一下吧 你有知道 之後應該會有人問 好 我們就來回答大家問題吧 那一樣 還沒叫海豚LINE生活宣的 記得是要左邊QR Code 加入 那想跟海豚 不能說私訊啦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LINE來問我 那右邊是免費服務表單 那想成為海豚的學員 不管是加入週報索碼 還是 簡訊學員 都可以 就是歡迎利用右邊的免費服務表單 那週報呢 就是 每個禮拜五出刊 那索碼呢 天天有 那內容呢 都非常的好 既然都會挑選一些 盤面上基本面好的股票 或是 展望題材非常好的股票給大家 像今天 海豚雖然說大盤跌那麼多 可是裡面週報 海豚的週報跟週報講的股票 好幾支金都還是紅的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硬 比較硬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來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來出口統計是看出口報單 調整一下 來出口統計是看出口報單 報單金額是商品賣價 這應該是回應我上禮拜的 他這邊繼續講說 但偽創應該只有收當中的代工費 對 偽創只有收代工費 然後 我記得好像廣達跟其他間都是有聯工代料 所以這個差別差在哪裡呢 就是聯工代料的話 毛利會比較低 如果你單收代工費的話 毛利是會比較高的 這個大家知道 因為聯工代料等於說 你連你的料的成本 你也要算進去 所以偽創的毛利率我是覺得 應該不會太差啦 不會太差啦 那為什麼問說 該腳底抹油落跑了嗎 還是拉回都是買點 買起來就買 那我基本上我還是偏多啦 但是後面有什麼狀況發生 我可能隨時會改變看法 因為畢竟 就是 這是開玩笑的啦 反正就是做股票 就是要當個渣男 隨時 隨時要分手 如果你 如果你太喜歡愛情長跑的話 在股市裡面是會比較麻煩的 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 楓瑞問說 緊線破了還是偏多看待嗎 對 還是偏多看待 那你說 有沒有翻空的條件呢 那我是覺得 我們來看一下 翻空的條件大概是 這個破的有點遠 可能這裡破了 但中間會有一些反彈 那我是認為說 接下來中間一定會出現反彈的話 等一下我把那個叫出來 假設 我們就假設 我們假設今天開始反彈 假設今天開始反彈 那這邊是不是會形成一個 相對的關鍵點 那如果說之後呢 再破 這彈我都隨便化的 不是說會彈到這裡 這如果再破 如果沒辦法站回來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盤搭完蛋了 這個所以呢 接下來會關注這個可能性 那如果說你這邊一直跌 跌下去 那我就會看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利孔 特別像是美國的 其實說真的啦 其實我周報裡面有寫到說 為什麼我現在 即便我認為破線了 也還是偏多看待的一個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 從總經濟的角度 有一個關鍵指標 我會認為說 目前 還沒有到翻空的時刻 那當然是什麼指標呢 歡迎 歡迎訂閱海鈞的周報或首帆影音 這個留給學員啦 一些關鍵的資訊還留給學員 但是大家知道 目前總經濟我認為還是 沒有到片空的時候 好 好那再來 上周提到了出口金額跟實行收落差 對對對 這應該是這個關係啦 因為我當初也在猜嘛 可是問題是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呢 其實說真的不知道 其實說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說的 這個東西跟我上禮拜猜的 想法其實是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好再來 6679玉泰 目前回檔到季限亮縮 跟OT西安大盤比 是比較強的 又跟發客有合作 海鈞覺得該檔展望如何 好這一檔呢 呃 這個要怎麼講 我想一下 我覺得不能講 就是 不是不能講啦 而是以目前他的產品組合來講 當然是覺得 我會比較把他亮在旁邊 但是他是 他有一些不錯的狀況 還在 還在鋪陳吧 那我是還在觀察後續的 看公司 這邊的 態度 就是 對於他這一塊新業務的態度是怎麼樣 因為還不確定的東西 這個就不好意思亂講 不過玉泰我是覺得是可以觀察一下後續一些 法術會資訊或是新聞的資訊 我是可以去做觀察的 這是玉泰的部分 那技術面當然說就比大盤強啦 就比大盤強 那 那 這部分呢就可以好好觀察一下啦 但適不適合撿我就不好說 好再來 1795美食跟3680加登連續下殺最近展望有變化嗎 加登基本上我沒什麼看 美食的展望我基本上是沒變 基本上沒變 那其實我記得上禮拜 是這邊有人問我美食嗎 還是在哪邊有問我美食 那時候我就有提到 我覺得美食長線展望沒有改變 但問題是他技術面既然會這麼弱 可能就是有後面他有他的原因 那今天這兩天這樣子殺 那當然有可能是 有人要去 玩那個營收 因為營收20幾億嘛 那個 QOQ 非常漂亮嘛 107% 有可能短限刻要進去做營收 就營收做 營收做下去沒有拉出去 他們就賣掉了 加上大盤不好就賣掉了 可能是這個原因啦 那當然長線展望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 你買了你要等多久而已 你買了要等多久 那或者是說 像這種Safa 台東也會懷疑說 是不是公司有些狀況是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競爭對手出現 或者說 那個被 被客戶 壓低價格 那毛利率的部分 那因為他不只血藥藥嘛 又什麼減肥藥啊 好像也還有壯陽 壯陽藥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這個 目前市場上還沒看到什麼新的資訊 好 加燈我就不知道了 那長期我剛才講了嘛 就是你買你可以慢慢去低接 可是問題是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起來 那萬一公司有一些狀況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好 梁益手說 老師午安 午安午安 其實已經快要吃晚飯了 好 怕爆還要殺一根 我是覺得 把他資金比例把他控好 你的策略把他制定好 因為像目前我手上 也有一些是左側交易的部位 就是慢慢接慢慢接的 那其實接的部位 大不大 我覺得也沒到很大 但是 也不小了啦 當然就開始接的東西有變多了 那 是還好目前今天手中持股 我覺得都表現都還OK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接下來變化 就是看接下來變化 所以你再爆殺一根 如果剛好殺口利空出境 我是很樂意啦 我是很樂意啦 反正就是都先想好就好啦 請問你覺得 中融信託暴雷會造成中國版的 連曼風暴嗎 什麼情況海豚會 清倉持股 躲崩 其實基本上最近我已經算是在 算是在躲崩了 因為海豚基本上在前面 在前面這邊的時候 在前面這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就 其實應該不止在這邊 甚至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提過了嘛 我目前就是 有一些看好的股票 符合條件我會很小量的買 但是如果持股一破線 大部分我都不會 就是有破我有 就是 非左側交易的部分 有破線建商我都不會 不會流 因為我避免有些什麼狀況 所以我都會直接停損 我都會直接停損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我目前就是手上偏 多方波段的部分 真的破線我還是會砍 可是左側交易部分 可能就會慢慢接慢慢接 然後看市場狀況 真的不對我也還是會砍 所以就像前面講的 這邊我是不認為 會直接落賽 當然說如果真的出現一些什麼意外 剛剛也講過了 指數可能怎麼走 出現什麼狀況 那我可能還是會 還是會躲 就是 一樣那句話 你現在砍賠10% 那你知道只要賺11% 就賺了回來了 可是你現在不砍萬一之後跌20% 那你就是要25%才賺回來 反正就是 然後目前雖然 當然說最近大家可能大部分都賠錢 那海燈的帳面當然也不好看 那我也必須說 我也必須說 就是 就是前面應該說還好啦我們前面 第一季第二季有賺起來 所以現在目前回檔 這樣算下來應該也都還是賺 而且目前的部位我覺得狀況都還在控制內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大家自己小心啦 反正就是 策略定好 現在28分了 然後301 有這個 然後自己會不會形成雷半風暴 我認為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中國應該還是會出來救 還是會出來救 那其實像碧桂園已經有一些救世措施出來了 那到時候再晚點看會不會 中榮信託也有 那再來就是三陽的防守點 後世來看好嗎 三陽基本上我沒看 應該要去問 問 問阿先生嗎 三隻羊嘛 阿先生的三隻羊 好這個目前看起來是破線啦 那季線的部分 還有兩三週扣上來吧 這就看下去吧 就看下去吧 現在我記得三陽我大概看一下 我覺得他展望 不差啦 那只是目前股價算不算已經合理了 那我就不知道 就之前高點是不是已經反應完了 這個我就不確定 沒辦法給更多的建議 防守點 這正常來講今天我是會砍的啦 正常來講 因為今天破線了嘛 對 3016加金後世看好嗎 那3016基本上就跟3707 那個漢磊 好慘 破低 破幾年新低啦 一年多新低 一兩年多 一兩年新低 今天他們兩個就一起 都看那個 那個 不是ASIC 那個 SIC 那個碳化系 第三代半導體的 那這部分我覺得 其實就像 之前有人問碳化系一樣 我都說這個長線 我是看好的 問題是技術面 他沒告訴我 他可以買 所以 看法是沒什麼改變 我還是會持續注意啦 那我齒骨沒有變 還是50%左右 50%左右 再來是 2913農林和6806生物能源的探權和能源有Future嗎 農 探權和能源 你說有Future當然有Future 可是問題是 一樣的問題嘛 他現在就是 農林這個東西 探權有Future Future是在2025年之後 那2025年之前 甚至2025年到時候的產業現況 或是探權的 收費什麼標準會不會再改變 我也不知道 那以農林來講就是 真的就是比較題材 雖然說我認為他有機會是探權的 比較好的受惠者 那深威的話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他 展望沒什麼變 可是問題是就落賽 那落賽我就只好砍 我也只能這樣 欸不對我砍的時候還賺錢 我記得好像砍在這一根吧 這一根有這一根 對啊我記得我砍的時候是賺錢 應該沒記錯啦 對我記得我砍的時候還賺錢的 所以 我就覺得他展望沒變 可是不知道什麼就是落賽 那這一波這天開高 我想說他會不會站回記憲 有站回記憲我要幫他買回來 當然有在想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是尾盤就掉下去了 所以這個也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再來 超過時間了 回答最後的問題 AI股之後會被大盤帶下來嗎 AI不是已經下來了嗎 還是你覺得他不夠下來 可以再下來一點 我可以再下來一點 我是覺得OK 不過我是覺得 因為目前都還處在一個修正期 那修正期沒有結束 我還是要講 就是 還有一句幹話 就是轉強時買進 轉弱時賣出 既然他現在處在一個轉弱狀態 而且他還沒有重新正式轉強 那基本上都是一個不預設低點的一個做法 你可以預測 可能到哪裡 但是你不能說把哪裡當作絕對低點 好不好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要讓大家 喜歡海生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